玩具坏了,怎么办?玩具诊所来帮忙 哈喽,小朋友们,你们好啊 我是小易,很高兴你们又来听我讲故事了 河马先生开了一家玩具诊所 为什么这家玩具诊所这么受欢迎呢? 玩具诊所 河马医生住在诊所后面的房子里 只要走过一条开满小花的小路 就可以进入他开设的河马诊所 河马医生很忙碌 每天早上诊所以开门 就有长长一排动物等着他看病 可是最近连续几天 河马医生都睡到很晚才起床 然后有气无力地走到诊所 摊坐在椅子上 咚咚咚咚咚咚 门口传来了阵阵的敲门声 咦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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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� 越来越严重。 河马医生因为太老了, 所以记性也不好了, 开药也开错了。 几天后, 河马医生贴出一张告示。 咦,什么告示? 抱歉, 从今天开始,河马医生退休了, 麻烦各位另请高明。 哦,河马医生要退休了哟。 大家惊讶极了。 为什么要退休? 没有了河马医生, 那我们怎么办? 如果生病了, 要去哪里看病? 河马医生难过地向大家解释。 很抱歉, 我年纪大了, 体力、精神越来越差, 应该退休了。 请大家不要再叫我医生。 许多动物表示支持它的决定。 年纪大了, 是该退休, 没错。 河马医生。 河马医生为大家服务这么多年, 可以休息陪陪孙女了。 河马医生。 河马医生为大家服务。 河马爷爷要好好保重哟。 河马爷爷拆下诊所的招牌, 垂着头走回家。 两旁的小花一朵一朵一朵的泻了。 河马爷爷开始害怕上床睡觉和起床, 好不容易入睡了, 却在惊吓中醒来, 勉强下了床, 却又完全没力气。 孙女猪猪对她说, 爷爷, 我们来下棋。 她摇摇头。 爷爷, 我们来玩扑克牌。 她还是摇摇头。 那来画画, 好不好? 她又是摇摇头。 猪猪忍不住叹气说, 爷爷, 以前我说好无聊, 你都问我什么是无聊, 现在你知道了吧。 哦, 原来无聊就是这种感觉呀。 有一天, 河马爷爷又无聊地看着窗外, 狐狸大叔正好经过, 河马爷爷问, 嘿, 你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呀? 是我孙子玩歪的玩具, 我想拿去丢掉。 河马爷爷瞟了一眼, 说, 而这些玩具只要修理一下, 还可以玩啊。 我才没时间修理这些没用的玩具。 河马爷爷说, 那你把玩具都给我吧。 狐狸大叔忍不住笑了, 你要给玩具治病吗? 看来你真的很无聊呢。 河马爷爷把玩具倒出来, 仔细地检查, 用心地修理, 让每个玩具都变成了新模样。 河马爷爷实在是太温柔, 太善良了。 他小心翼翼, 精心地把每个玩具都修理好了。 这样子, 玩具就有了二次生命。 河马爷爷把修理好的玩具, 一个一个地摆到窗台上。 面对这些新的玩具, 他开始喃喃自语地编起了故事。 从前, 有个士兵救了美丽的公主。 他们骑着喷火龙, 飞过大海和森林。 突然, 他们遇到了一个巨人。 糟了, 糟了, 糟了。 虽然, 河马爷爷讲得淋淋落落, 还是吸引了一只小猫咪听故事。 接着, 来了两只兔子, 三只松鼠, 四只青蛙, 五只老鼠, 六只小鸟, 最后, 连蚂蚁都来凑热闹。 河马爷爷愈讲愈兴奋, 把在场的听众都编进了故事里。 哦, 河马爷爷实在是想象力太好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, 河马爷爷匆匆忙忙地穿过小路, 两旁的小花被他吵醒了。 他兴奋冲冲地跑回诊所, 把新的招牌挖了上去。 河马爷爷, 玩具诊所, 诊疗项目, 加一颗, 诊疗时间, 上午九点到十二点, 下午两点到五点, 联系电话。 不久, 狮子先生在玩具诊所旁边开了新的诊所, 大家都去找狮子医生看病。 没生病的呢? 可以抱着坏掉的玩具, 去找河马爷爷。 河马爷爷又开始忙碌啦, 每天早上, 只要诊所一开门, 就有一排玩具病患者, 等着他看病。 河马爷爷又开始忙碌啦, 每天早上, 只要诊所一开门, 就有一排玩具病患, 等着他看病。 等修好了玩具, 他还得给大家说故事呢。 关键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好啦, 于是, 河马爷爷找来了四个志愿者。 一, 一号, 熊猫奶奶, 负责挂号。 二, 狐狸大叔, 负责报价。 三, 大象爷爷, 负责美容科。 四, 怪胸婆婆, 负责急诊室。 河马爷爷是总医师, 猪猪是可爱的小护士。 五, 玩具诊所现在越来越好啦, 还有各种缝缝补补的钮扣和补丁哟。 现在, 河马爷爷再也不怕上床睡觉和起床了。 他每天都很期待为玩具看病, 说故事给大家听呢。 好的,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。 每天我会给你们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。 你们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河马医生老了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价值。 即使物品成就了, 依然可以修复后继续发挥作用。 只要善加利用, 任何旧东西都能拥有新生命。 希望宝贝好好爱护自己的玩具。 如果玩具生病了, 宝贝也可以试一试做玩具医生哦。